第二集,韩东被东大开除卖光盘张长弓到电视台应聘上港东大贴出布告 韩东最终还是被学校开除学籍 他赶来将副教授苦苦求情 副教授也无能为力 韩东拿出医疗费赔偿 副教授断然拒绝 副教授的女儿狠狠教训了韩东 韩总让韩东赶快收拾行李回家 不要和张长弓混在一起 最后连工作也找不到 韩东发誓从此靠自己 也要开一个和父亲一样规模的工资 韩东借酒交仇 只好找张长弓做苦 张长弓勤勤恳恳为三叔打工 被三叔以各种理由克扣工资 他心里郁闷 发想为小山带女朋友眉心也来一起喝酒 肖爱对张长弓一往情深 可是他觉得自己配不上肖爱 肖爱是名牌大学的本硕连读高材生 父亲是大学教授 梅心因为看不惯张长弓和韩东 不觉无数整天混日子 并出爷不讯和韩东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张长弓不服气 也和梅心聚力力争 梅心赌气先走了遥遥出来制止他们争吵 为小山家在兄弟和女友之间左右为难 张长弓百无聊来登陆到自己的聊天室 李牧子一直在里面手桌带兔 张长弓查清楚是自己封错了账号 当众向李牧子赔礼道歉 并且公事三天 李牧子才稍稍释怀 第二天一早六点多钟 张长弓饭都顾不上吃就出门了 他赶忙给聊天室的好朋友李松回电话 才知道电视台在招人搞网络建设 李松推荐了张长弓 张长弓立刻赶去应聘 可是电视台对学历要求很高 张长弓只好回家等消息 母亲误以为他去玩游戏了 不停地数落他 当他得知张长弓在三叔的洗车行打工 母亲坚决不同意 张长弓凭借自己在计算机方面的专业能力 很快得到了电视台维护新闻网站的工作 不休的时间 李牧子和张长弓又在聊天时见面 他不相信张长弓在电视台工作 张长弓向靖主任要来数码相机拍照给李牧子看 他才相信了张长弓的话 张长弓劝他好好学习 不要总泡在聊天室耽误时间 寒冬暂时住在张长弓家 他不甘心就此沉沦 在东大门口摆地摊卖磁带和光盘 副教授不计前嫌经常光顾 让寒冬被感惭愧 张长弓一早来上班 就被警察叫去问话 电视台的数码相机被盗 张长弓清楚地记得自己用完放回原处了 谢谢观看欢迎订阅 谢谢观看 感谢观看